台海熱點 透霈一下 近日台灣親綠媒體人周遇寇 因造謠台北市場交換案的父親蔣孝顏 與曾經的選美冠軍張書娟 在酒店約會滾傳單 被以誹謗等罪判刑一連六個月 且不得益克罰金 判決結果一出 島內輿論已經更加好 不少人覺得大快人心 這已經是最好的一個縣市報 看了這樣的重型 而認為剛剛好而已 比較罪有贏得 因為他已經成為贏嘴圈的叉叉 周遇寇沒黑造謠 滿口胡言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 此前他曾造謠馬英九受賄 郭台銘射擊黑金 趙少康拋棄妻子 黃國昌侮辱女學生 在當事人求差提告後 君以敗訴賠錢道歉 可能是造謠賺的錢 遠遠超過賠的錢 可能是痴迷於博人眼球的快感 周遇寇並沒有一意為戒 反而變本加厲 甚至把造謠誹謗 當成自己出名謀利的工具 之前他造謠張書娟獎校園 就是為了幫民進黨陳時中 競選台北市場出力 兩個人還在節目上 打情罵俏 相當辣眼睛 如果不怕噁心的朋友 可以看看我之前這期節目 我們有帶一個娃娃 對 哇哦 你兒子也很漂亮 哈哈哈好可愛 你們都快要戀開了 這次被判一連半 真的是最有應得 不過周遇寇真的會被關嗎 目前不是板上丁丁的事情 台灣媒體人華陽明就直言 不認為周遇寇最終會入肩服刑 因為一省之後還有二省 周遇寇嘛 肯定是會殺破打棍的 他到時候周遇寇一定使出各種方法 在二省去處理 斷場給你們對 而郭正亮則認為 這次 周遇寇一定坐牢 刷區關坐牢的機會 挺大的是不是 一定坐牢 一定 那周遇寇作為親密媒體人 民進黨真的不會救他嗎 以下請代表我個人觀點 大家有不同意見可以在評論區和諧討論 我認為周遇寇這次 再疊難逃 因為周遇寇現在雖然親民進黨 但他其實是出了名的 強頭草 尼惠爾蘭與瑞爾利 堪稱台灣旅婦 他投靠民進黨也只是為了撈取利益 而他自從上次這件事 影響力大不無前 對於民進黨來說 沒有什麼利用價值了 更主要的是周遇寇為人囂張跋扈 哪怕對蔡英文賴清德都口出狂言 甚至曾經揚言要炸了民進黨部 跟蔡英文警告一次 邰清德警告一次 你小心 我一定敢你這個追殺到底 告訴你我到你們中央黨部去 跟你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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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掉你的中央黨部 告訴你賴清德 你去當主席 第一天就給我處理高嘉瑜啦 你不處理 蛤 走著瞧 就以賴清德有仇必告的個性 不讓他老底坐穿就已經很不錯了 周遇寇這樣一個媒體人 能在台灣活躍這麼久 真的讓人匪夷所思 怎麼會有人這麼無恥 用舌頭傷人 打著公共資源 不實的報導 這是不折不扣的媒體霸凌 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 民進黨內像周遇寇這樣的人 還非常的多 他們通過抹黑造謠 門閉部分島內民眾 挑動兩岸對立 傷害兩岸同胞感情 不過就像周遇寇一樣 他們也將最有應得 正義不會讓兩岸同胞等太久的 好的本期節目就到這邊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